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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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和你的妈妈离婚 第二句就是 又说了很多 说我女儿 当初你妈妈和你婆婆发生矛盾事 你为什么不去帮你婆婆的忙 你在家干什么 当时我和她婆婆发生矛盾事 我女儿在她的卧室里面 她的确没有出来 女儿的哭是觉得心里委屈 是吗 非常委屈 因为她 当时我说 女儿你为什么不反驳她呢 妈妈 当时她那个样子要吃人 我敢反驳吗 我给你申明一下 我说女儿没说要她去帮婆婆 我实际说的她 你作为一个大学生 现在已经是大学了 你应该明白是非 妈妈跟婆婆两个发生争执了 你为什么躲到亲屎里不出来 为什么不站出来 把她两个给离开 我生了她的这个妻 而不是说你叫她要回来去帮婆婆的忙 夫妻俩一个比一个激动 声音一个高过一个 陈先生觉得吵累了 萧女士也觉得自己寒心了 你们今天是想要分呢 还是想要 当初持人张婷将这个极其信实的问题抛给夫妻俩时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双方都很清楚 这个选择必须慎重 可调解员胡建云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 让夫妻俩大感意外的办法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抽签 抽到合就合 抽到分就分 一向严谨的调解员胡建云 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做好的两根签摆在了夫妻俩面前 现在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谁来抽 你们才服呢 她来吧 萧女士谁来抽 我抽到也不算 也不算 萧女士抽不抽 我不是能管她这句话 你抽不抽吗 抽吧抽吧 签还没有抽 夫妻俩显得有些扭捏 随后萧女士抽出了一根签 那她抽的是分还是合呢 好 你看下另外一张 就这样了 今天调解就到这 下面准备协议 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挑起员胡建云宣布挑起结束 夫妻俩似乎都有点懵了 迟迟不做表态 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过了许久 陈先生终于开口了 本来 站在我的国度 这一次 我的目的就是不想分 我们既然观念不同 相思不下 我也提过解决办法的 钱全部拿出来 让男人管 等到我的卡上 但是我把卡给给你 财务透明 对 现在的财务也是透明的 我每个月金属的账 乱说 全部要说 一说到具体问题 两个人又争执了起来 这对闹不停 却又分不开的夫妻 接下来该如何继续 二位在这个现场 在表达你们各自观点的时候 永远是你们表达你们各自的想法 永远表达你们各自的情绪 你们家不缺钱 不缺这几百块钱 不缺这几千块钱 对 所以归根结底 其实还是和你之间的问题 他对你有意见 所以折射在你的母亲身上 当出现婆媳关系的 非常僵化的状态的时候 你在干嘛 你要么就是不管 你要么就是可能就 站在了你母亲那一方 当你老婆想去解释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要解释了 事实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你们二人的争吵 当你们二人继续在争吵的时候 又加剧了你爱人和你母亲之间的矛盾 所以你看事情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 现在最主要的是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走下去的话 第一先处理好你们自己夫妻之间的关系 第二再去处理婆媳之间关系 而在处理夫妻之间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像做生意一样 花时间花精力 婚姻更需要去经营 你稍微没有经营一下 这个婚姻的小船 说翻就翻了 女方 我觉得她的心中是有心灵创伤的 当有家庭有事件发生 比如说孩子出意外去世 比如说她受到你母亲的责难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过 一个女人基于安全感的呼唤和需求 特别无助的时候 她希望丈夫站在中间来主持公道 你没有 这就是她心中的创伤 或者说安全感缺失的最根本的地方 让她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 婆婆没有认可 丈夫对她有很深的意见 她就会觉得很孤立很无助 她只有把自己的嗓门念得更大一点 口气更强硬一点 但是她真的强大吗 其实她内心可能在滴血 找不到方法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 给你妈两千块钱治病 同时另外一方面又把那两千块钱扣回来 她不是她心狠 不是她没有孝心 而是她不知道如何去发泄对你的怨气 在夫妻关系当中也好 在婆媳关系当中也好 男人首先应该做一个掌控局面的人 应该是两边都要去抚平的人 而不是等着女人来处理问题 作为男人 必须把这个问题整明白 其实我觉得 女方 憋得黄 她不是一个能言善变的人 她的暴躁在于 她说不过你 所以她只能用暴躁的方式 用简单的不 她说的不对的方式 来去发泄她的情绪 所以也许你看到的是一个强硬的人 暴躁的人 似乎好像说一不二的一个人 但是她也许她只是不会表达 想问一下女方啊 不好意思再提下你的伤心事哈 就当时那个孩子那天晚上 孩子在哭闹的时候 你说你是没有经验吗 当时你想过去求助她吗 或者说你去找过她们说 老公你来帮一下忙 妈妈你来帮一下忙 没有没有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很吃亏就在这里 其实你的需求你的要求 你今天说你老公 没有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你也没有做过正面需求的表达 我会阴到心里会压抑到心里 但是她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方式 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她作为一个男性 她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细心 她没有你想的那么懂事 包括她的母亲也好 她的父亲也好 他们没有你想的那么 就是说她会主动想到能帮助你做些什么 那在这个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一家人在一起的交流 最简单的不就是来你帮我干点什么 最起码的你的主观是需要去表达的 而且表达是一个正面的表达 是要说来帮一下 谢谢 而不是说你难道不应该怎么样吗 这种反问 同样是表达需求 两种表达方式 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第二件事情 女方我想跟你交流的是 很多事情老人和孩子 是不应该连带到你们的关系当中的 哪怕你认为老人可能都有错的情况之下 孝顺是第一位的 而不是说觉得这事我占理了 我就去从她的这个 钱里面去扣下来也好 让她来拿钱也好 跟她去理论也好 也许如果说你坚持那么强的原则性的话 固然你是占理的 但是你也失了情分 几位观察员纷纷指出了 夫妻双方在处理家庭矛盾中存在的问题 而观察员李小云觉得 究其根源还是和二十年前发生的不幸有关